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Sardino 郭靖彤在這裡 大眼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說朱凱迪終於在獄中承認了 就住前年七月元朗事件中 他自己有涉及造謠抹黑和散播假消息 究竟為什麼朱凱迪要隔兩年之後 才承認自己有做過 當中是什麼因由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接下來就是肥佬黎 坐坐牢竟然有獎得獎 那獲獎的心情難以形容 究竟他在坐牢 他怎麼說他的獲獎感受呢 以及頒獎給他的 究竟是什麼人 我們稍後一起來看看 再之後就是G7七國集團 這些致命世界大佬會剛剛開完 澳洲這些弟弟國家聽完收到命令 回來居然出了一個文章 就說願意和中國再次圍著桌子一起坐下聊天 通常這些五眼國家開完大會之後就會有進一步行動 而他們和你聊天一定是不懷好意的 這件事我們今後不用質疑了 我們不如研究一下澳洲又想玩什麼陰謀 在節目開始之前記得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就在前年搞事時間 大家都知道黃絲所散佈的假消息一天都不知道有多少個 因為這些就是他們的策略 他們做文宣就是要分化整個社會 當然到了今天很多謊言都被打破了 最近就有最出名的爆眼女事件 也證明了只是一宗笑話 但是兩年後我們看就可以當是笑話 不過在兩年前發生的時候 他的震撼力和效果完全不能說笑 而這群攬炒派的人也很懂得玩這個遊戲 正所謂跟大隊先作故事 總之吸引了眼球 收到他們要的效果之後 法律責任的事情就告訴他們 現在說的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朱凱迪 朱凱迪在昨天練同這個攬炒派的區議員黃偉賢 他們就承認了在前年七月 也就是林卓廷帶進元朗的那件事 他們這兩個人就承認了當時有份造謠 抹黑和散播這個假消息 那究竟他們說了什麼呢 當時他趁著立法會另一個議員麥美娟 去到平山鄉市委員會的就職典禮上 就說麥美娟公開讚揚 元朗鄉親成功擊退那些黑衣搞事者 又說麥美娟公開形容那些黑衣人是蟑螂 當時在那個環境氣氛底下 如果你叫那些搞事者是蟑螂 那些人就會攻擊你 而且是鋪天蓋地的文宣 不論是網上也好 甚至乎在街上的行人隧道 他們都會搞你的 那個影響性是多麼大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朱凱迪和黃偉賢 他們那天根本沒有親以聽到麥美娟 這樣去讚揚 又或者公開叫那些示威者是蟑螂 這些全部都是他們兩個人 自己腦海裡幻想出來的 但由於那個會就不是一些很公開的場合 所以朱凱迪就看準了這個機會 反正裡面說過什麼都沒有人知道了 不如就立刻腦屈建制派陣營的議員 說他支持元朗事件 又或者說那些搞事者是蟑螂 那就可以搞到他一身矮了 所以看看朱凱迪的人多麼陰毒 而且朱凱迪不僅說那麼簡單 他還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特意幫麥美娟弄了一幅圈 當然這幅圈就是瘋狂的抹黑 然後再廣傳出去 然後那些黃絲一看到朱凱迪做了一幅圈之後 紛紛都很生氣 以下下來的橋段大家都想像到了 就是那些黃絲也加入了抹黑麥美娟的陣營 同一時間也做了很多惡搞圖像 一時之間散到整個網絡也是 而朱凱迪也沒有停手 就在這些惡搞圖像出現的時候 朱凱迪還在他的社交平台轉載一份 這就是網絡層面上的抹黑 現實上如何抹黑呢? 現實上朱凱迪和元朗區區議員黃偉賢印好宣傳單章 當然這些宣傳單章就不是宣傳麥美娟 是反轉的那種宣傳 然後在區內通界派 這個守法就像江湖人物收數一樣 事件一出來之後 麥美娟當然否認在平山鄉議會說過這些話 但你一把口又怎能夠幾千把口說 當這些抹黑你的東西 都傳到整個網絡也是 那些人就當真了 因此當時麥美娟立即入稟高等法院 民事控告黃偉賢和朱凱迪誹 其後還要求這兩個人公開作出道歉 但一直都沒有獲得回應 而因此麥美娟也在同年的區議會選舉中落敗 朱凱迪的奸計也得懲 話說麥美娟已經是連續26年的區議員 但跟很多老闆區議員一樣 19年搞事事件那一年 他們很多都是落選的 原因就是當時很多假文宣和假資訊 傳到周圍 個個都信到十足十 最後時間來到今天2021年 兩年之後朱凱迪就在昨天連同黃偉賢走出來 去到星島日報公開刊登道歉聲明 這個黃偉賢就說到當時只是一時記錯了麥美娟議員在就職典禮所說的話 接著就這麼不小心又告訴了朱凱迪 朱凱迪就在沒有fact check的情況下 又將這些東西不小心放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 又不小心製作負面的宣傳單張周圍派 所以才影響到麥美娟議員 這裡就在向他鄭重道歉 看來他這個所謂的鄭重道歉也有點牽強 因為哪有這麼多不小心 擺明就是處心積累策劃 而朱凱迪這個道歉聲明出來之後 不如我們聽聽麥美娟議員怎麼說 麥美娟議員說 其實在高等法院告他誹謗 這件事一直都有跟進 但就在一個月之前 朱凱迪那群人透過律師 提出和解 麥議員跟律師商量過之後 都覺得 不如就這樣算 反正都過了這麼久 如果這兩個傢伙肯道歉的話 其實他也是要公道 不是為了求什麼 所以如果他兩個肯道歉的話 這件事就這樣算了 不再跟下去 也直言 朱凱迪走出來公開道歉 其實他真正的目的 就是不想多加一件事 因為現在坐牢的他 都不想搞那麼多事 反正當初的目的都達到了 令到麥議員都沒有了區議員做 所以我就覺得 被這些攬炒派 當時說過那麼多 假的資訊 搞到社會嚴重分裂 其實他們的目的真的達到了 就好像霸彎女 現在誰都知道他沒有霸彎 但是那群黃絲又怎麼說 即使事實擺在他眼前 他們都是選擇掩蓋一隻耳 假裝聽不到 很少人因為這樣 而回頭 也就是簡單來說 當時鋪天蓋地的假文宣 假資訊 已經令到這群人洗腦 所以政府接下來 就一定要以防再有這些事情發生 就這件案 我們可以看 即使告他誹謗 在他說完假資訊那一刻兩年之後 才會有大概的裁決 這樣這群人 什麼目的都達到了 就好像19年的時候 霸彎女說自己爆了眼 搞事事件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因此政府接下來 所訂立的假新聞法 又或者打擊這個假資訊 假信息的法律 一定要執行得夠快 夠準 將有關疑似的涉嫌假信息 立即要倒截傳播的源頭 一旦發現有疑似想拿來做搞事用途的假信息 政府就要立即宣佈 再有人轉載 這些涉嫌的假信息 也需要負上刑事責任 接下來我很希望 如果政府有心打擊這些假資訊 假信息 就不要做到不頂 因為信息的傳播 在今天來說 一定是最快 拖到一天都不行 如果這個法例定得不夠快 不夠狠 不夠準 是沒有意思 到時人們都相信 轉載又沒有後果 你沒有立法的本意 接下來我們就講一下肥佬黎 現在肥佬黎正在坐牢 因為做漢奸 搞得沒有自由 但是在美國那邊 有個基金會說要頒獎給肥佬黎 這個獎的名字 叫做杜魯門雷根自由獎章 他因什麼事頒給肥佬黎 他就說要表揚他用了畢生的努力 去搞亂香港 和去醜化我們祖國 而這個基金會 在早幾天決定頒獎給肥佬黎的時候 就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國會山莊舉行盛大儀式 這個派對也有很多人參與 有16個叫美國做大佬國家的大使館 還有41個民族代表團 這些民族當然是 美國拿來擦反全世界各地的民族 還有美國搞出來關注人權的沒有人權團體 總之是一群壞人 加起來透過一些視像形式 來參與這個禁盛大的派對 這個基金會就是透過這個禁盛大的派對 專門來頒個自由獎章給肥佬黎 不知道他們頒完之後 可以怎樣寄個獎章進去赤柱給肥佬黎 他們頒獎給肥佬黎是不是表揚肥佬黎 曾經做過一件坐丹奴底衣服很好穿 所以頒獎給他 真的有這個可能的格子 因為這個基金會的網站 做了一點關於肥佬黎的簡介 還特地讚揚到肥佬黎曾經創立了一個 非常知名的品牌叫佐丹奴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基金會的人 都曾經穿過佐丹奴的底衣服 而且這個網站還特意說到 肥佬黎是一個非常出名反我們中國人士 他們還代表肥佬黎說了為什麼肥佬黎要做漢奸 還受了什麼啟發去做漢奸這個路程 原來就是和一個諾貝爾經濟學長的得主 凱耶克他有關 為什麼有關呢 這個基金會就說 肥佬黎很愛閱讀 所以看完這位人士的著作 著作名叫《通向勞役之路》之後 就啟發了自己 結果就通向了這條給美國勞役的路 所以他大半世人 都過著一些 一路反中 一路被美國勞役去反中 而且肥佬黎還因為創立了《獨國日報》 在2020年年底的時候 還獲得過那些無人性記者組織 頒發的新聞自由獎 想不到這個基金會 搞這些什麼派對 都有大人物參與 美國的前副總統 彭斯 他在這個儀式過後 就特地發了推文 還說自己 很有榮幸 曾經在2019年的時候 在白宮那裡設過宴 是為肥佬黎洗塵的 肥佬黎真是多虧你不少了 你不說我又至可 現在他還有一條國安法都還沒判 彭斯你這個推文 我已經卡下了 也可以成為一個證供 證明了肥佬黎 你確實有勾結外國勢力 而且在推文裡面還有照片 圖文並謀列舉出來 到時肥佬黎如果要判罪的時候 逐條逐條勾結外國勢力的罪 跟你算 你也挺耐用的 再說下去 這個基金會 他們主要的理念 就是要反對我國的執政制度 而且這種制度 不僅存在在我們中國 在國際社會上 也有其他國家 用這種執政制度去執政 所以美國當然看不順眼 而這個基金會的成立 又跟美國政府有莫大的關係 當時是1993年 當時市任的總統是來溫 不是 是克林頓 他授權這個基金會去成立 除了他之外 前美國總統小布殊 也在2003年至2009年之間 擔任過這個基金會的榮譽主席 這個基金會做過的壞事實在太多了 例如這個基金會 經常在六四的時候 在美國的華盛頓那裡搞大派對 點了蠟燭那些 就說要紀念這件事 以及這個基金會之前呼籲 要求世衛集團停止我們中國的會籍 但是轉移給我們中國的其中一個省參加 這個是什麼省呢 這個當然是台灣省 就企圖以一個台灣省來代表我們整個中國 美國經常通過這樣的組織 又說頒些什麼獎 頒些什麼獎 給那些反中的人士 其實我們也可以有些手段去反制 什麼手段 例如我們中國也可以成立一些獎項 頒獎給帝國主義受害的人 例如有什麼帝國主義 有英國的帝國主義 美國的帝國主義 還有日本的帝國主義 還有這件事 可以不止是我們中國做的 因為我們中國在國際上 都有很多盟友 我們可以聯同我們的盟友 又或者是敵人的敵人 例如俄羅斯 古巴 甚至是非洲經常被美國欺負的國家 或者是中東的國家 頒獎 給那些真真正正出來發聲的人士 令到他們 以美國為首的這幫國家難堪 讓他們不用以為 只是他們才會用這些方法 製造一些虛假的榮耀 讓漢奸走狗 聽到這裡 我鼓勵美國 又或者那些 跟他們性質一樣的搞事機構 快點頒獎 給獄中的攬炒派 為什麼 你越頒獎給他們越多 他們現在全部有國安法在身 到時證據就越足夠 還有你們可以發多些推文 加多些圖片 例如你們的政要跟他們拍過的照 好讓我們有多些證據去保留 尤其在7月1號之後那些更加珍藏 記住拿出來 因為那時候就有了國安法 你好人好者 沒什麼特別理由 為什麼要見別人的副總統 不知道到時他們的外國政要 放這些照片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見到一個六呎四高的身影 因為這個身影前天就生日 但他跟大多數的漢奸一樣 他的生日都要在獄中過 最近林卓廷除了在獄中過生日之外 他的社交平台也幫他透露 林卓廷最近跟人去操作 事源他倉裡面 有幾個很大隻的根獄人 跟林卓廷一樣 都是四肢發達的 不知道是否林卓廷以為看到自己的同類 就跟人一起去玩 怎知道玩了幾天之後 就真的操到想死 因為六呎四這些人 一向都死了一把口 你叫他去做真真正正的運動 他怎麼能撐那麼久 所以有些人寄上給六呎四的時候 都說擔心他 因為他的人六呎四那麼長 做這麼劇烈的運動 一個不小心 很容易扭傷腰 到時變成四呎六怎麼辦 所以寄信給他的有心人 就畫了很多做運動的圖 起碼六呎四看了這些圖之後 就好像看了武林秘笈 學會如來神掌 而且畫圖給他的那些人 思想真的很豐富 除了教他做運動 還寫了很多鬼故給他看 那些人都挺黑心的 明知道六呎四半夜有橫停 還寫鬼故給他看 還有 六呎四照鏡就看見鬼 可能因為這樣 六呎四就要去操心自己 希望有一天 可以戰勝鏡子裡的鬼 還有我聽說 有人寫了迷語 進去給林卓廷猜 林卓廷看了迷語之後 還說完全猜不到 喂寫迷語給他那個人 你又是另一個黑心人士 你明知道他只有六十四 你出迷語考他 你於心何忍 你有沒有良知 不過這樣也未夠 有人更過份 有人竟然寫了數讀題目 進去考林卓廷 他永遠的答案都是六十四六十四 寫給你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林卓廷 我們都看不過眼 我想那群人有意思 因為明知道六呎四 寫下去的數字只有六十四 然後他就可以拿出來 說人們沒有忘記這個數字 會不會其實做那麼多事 是為了被林卓廷 在裡面就炸癲裝傻 因為在裡面如果炸癲裝傻的話 居民就會被派去一些 有精神病醫生的監獄服刑 裡面就不用做那麼多事 對於這個一定會出行 還要整天生意費的林卓廷來說 可能非常之好 還要整天生意費的 再之後就是 剛剛六月十二號 澳洲總理Morrison就說 願意和中國 圍著桌子來聊天 之前他說和中國建立好溝通關係 這個說了很多次 但之前的說法和這次有些不同 英文的說法就是願意和中國 sit around the table 這個意思 以前無論是澳洲總理自己 和他們的外長 都不斷地聯絡了中國 大謊說都聯絡了一整年 不過我們一直都請他們吃閉門羹 而當他們不斷地聯絡中國 他們的外長不斷地打給我們的外長王毅 我們沒有聽他的電話 他們都要 跌到地上就拿一堆沙的例 我就不斷地聯絡他們 因為我們很紳士 政治分歧還政治分歧 但是生意還生意 如果我們跟中國說話的時候 他態度太惡劣 或者要我們退讓的話 我們都會立即收線 我們不是無底線 其實就等於什麼呢 我經常都找個比喻 就是一個男士 不斷地狂追一個女士 那個女士根本一直都拒絕他 但是他就瘋漢掌身 然後不斷地打在對方煩他 然後還要拿一堆沙 我就不斷地打電話約他 我是紳士 但是如果他太囂張 我都未必會考慮他的 但是其實人家從來沒有理過你呀 神經病 那這次的情況又有點不同 這次的情況就是剛剛澳洲 本來G7七國集團就不關他們澳洲事 G7七國集團就是那班 自命世界大佬的人 圍勞取暖 去那裡開小圈主會 但是 澳洲作為這個客席國家 都有份邀請過去聽話 所謂就是大佬說話 弟弟聽話就是這個意思 連印度也有份的 所以在這班大佬眼中澳洲人 在什麼地位大家心照 每次開完外交會國際大會 回來都會有進一步的激烈行為 因為就好像 他們每次開完會之後有些什麼劇本的話 就反發給不同的人 然後回去就各自做事 但是這次情況有點不同 不是一個激烈的行為 澳洲聽完之後 之後就回去第一時間 就說願意和中國 sit around the table 為什麼叫做sit around the table 大家 可能聽過一個英文的face 就說我願意和你 Let's sit down and talk 其實sit down這個字 在我們中文就覺得坐下 但是英文世界 你就不能亂用sit down這個字 sit down 是一個等於 在我們中文 上台講素的意思 其實是有點負面和有點緊張敵對的氣氛 的意思 這些不是正經的英文文法 所以就叫做sit around the table 他是選擇過這個字 他不是說願意和中國sit down and talk 他不會用sit down這個字 sit down這個字 在英文文化上台講素的意思 就是那些白手黨 那些潮流引發出來的一些 潮語 所以大家日後 說一點題外話 和外國人 想坐下聊天 有商有量的時候 千萬不要跟對方說 Let's sit down 或者Let's have a sit down 千萬不要用sit down兩個字 一直以來 澳洲每次都要跌了地下 扭回閘沙 就每次打電話給中國 求愛不遂之後 就回去就要 在媒體面前說一大堆 數中國的東西 又說中國吹 又說中國態度不合作 又說中國 政治和經濟搞在一起 其實是他們自己西方世界搞的 但是這次 有沒有後續的說話 沒有了 就說願意和中國 坐在一起聊天 之後 就沒有再追蹤任何 soul muscle的說話 跌了地下拿回砸沙的說話 也沒有了 我們看看澳洲最近做過什麼 我們分析一下 他最近目前面對的情況 首先 我們新潮民的節目之前都說過 Scott Morrison 澳洲總理沒有任期 這個考慮 澳洲總理就是 只要有人支持你 做多久都可以 做十幾二十年都可以 但是未來2022年 就面對國會的選舉 現在就是他們的liberal liberal就是有些網民糾正我 不是民主黨是自由黨 在我眼中都是一樣的 都是那些 都不是好東西 跟他們旗鼓相當的黨 就是這個工黨 labor 大家知道澳洲現在經濟很差 很多工人沒有公開 如果一個不小心 下年被labor takeover了國會的話 他們一定拉莫里遜下台 就選一個他們合心水的 領袖出來 紐西蘭那邊 無論他們外長 和他們總理 都已經變成了工黨的人 然後 他們可能為了經濟 這件事就跟中國關係好了 如果澳洲 一覺不覺意 工黨takeover了澳洲國會 然後選出來的總理 又是工黨背景的話 可能到那時候就跟中國 立即握手 搞好一些經濟貿易關係 那莫里遜就變成大輸家 還有就是最近 大家都知道他們外長 他們的經濟部部長 全部都說 再這樣搞不行了 我們沒有經濟了 經濟貿易部長特別擔心 因為你沒有貿易的話 我直接沒得了 而同一時間 任何工黨那邊的 政客 都撲出來 對 莫里遜群抽 例如西澳的省省長 他是工黨出身 即時就指控 莫里遜 處理和中國關係 年前總理 都說莫里遜 就是這樣 我明白你想 聽大哥說 針對中國 撲出來 因為 你行這個liberal的 你們行自由民主主義 你沒辦法不做 響應這個行為 但戰略上你都不對 沒理由天天 打著中國 搞到中國落閘 莫里遜最近 第一時間想修補兩件事 就拿去世貿組織那邊 希望他做些事 不小心踩上美國 就說世貿組織要懲罰 恥絕大國 欺負小國的 貿易行為 制裁行為 即是說美國 他拿了兩個項目 一個就是大麥 另一個就是 居然拿葡萄酒 那麼多東西不拿 拿葡萄酒 原因又是為什麼 因為這樣 葡萄酒行業 首先 目前大家截至這一刻 今年已經過了五個月 足足跌了96% 不是跌了4% 是跌了96% 過去這幾個月來 澳洲酒和中國 只做了幾千萬港幣的生意 整個國家和中國 做了幾千萬酒的生意 其實是很嚴重的 以前2019年來計算的話 每年 葡萄酒 賣給中國 雖然不是很多 幾十億內的事 但是 葡萄酒業 那些葡萄農莊的老闆 其實全部都是超級大地主 他們的國家和影響力都很大 因為那些 你不是說你去買一個農莊 就有一個農莊 很多農莊都是世世代代流傳下去的 可以說是澳洲的 開國元老 澳洲的很有代表性的家族 都是拿著那些葡萄園的 那些大地主 一出聲不滿意你的時候 其實對你的支持度 是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這麼多產業不拿出來說 就先說了這個葡萄業 那遲下就看看哪個產業 帶頭出來坐的話 可能莫里信就會應付那個產業 所謂非我族裔其心必義 不是種族歧視 但是這些真的是人性 就算我讀了這麼多年心理學 我都可以告訴你 人一日未變機器的話 都沒可能超越這種 非我族裔的敵視 還有這種有少少對外族的人 有避忌的心態 這件事不可能超越得到 即使紐西蘭想和中國搞好關係 搞好經濟也好 如果有一天 澳洲都一起和紐西蘭一起 和中國搞好經濟和外交關係也好 大家始終都有一道隔膜在那裡 你又不知道五眼或者歐盟國家 想利用澳洲和紐西蘭這個跳板 對中國又做些什麼 但是你說 中國和西方世界完全下閘 全部都敵對關係 這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可能到時 紐西蘭和澳洲 將會是一個緩衝的區域 叫做中國和西方世界 一個文化互換的地方 我們中國也需要花錢 有時候需要玩一些洋文化的東西 紐西蘭我經常都覺得 紐西蘭和澳洲 是一個非常適合中國做 我們的西洋後花園的地方 當我們需要接觸洋文化 享受洋文化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那裡落腳 看看來的馬里森說願意和中國坐在桌上 然後聊天 這個說法 有什麼追蹤 而我們最重要 就是看中國是否認識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林忌祝之前記得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拜拜